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务减限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很多人都觉得财务减限值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概念 但实际上不是 我们就这么说 如果我们不考虑未来的资金和今天的资金不一样 那实际上财务减限值就是未来这个项目所有赚到的钱 减去这个项目投入的钱 那么我们差额的这一部分那就叫做净值 对吧 就叫做净值 那如果这净值大于零意味着我就赚钱了 如果净值小于零呢 意味着我就没有赚钱 这就叫做净值 那为什么我们又会来一个净限值这种说法呢 这里面啊 我们所谓的净限值 不就是体现在我们未来的钱跟今天的钱它不一样吗 所以我们就要把未来的钱转化成今天的钱 对不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说比如说你是一个项目经理 那你给老板呢找了一个投资两个亿的项目 零年投资两个亿 然后呢你告诉他从第21年开始 每年能够赚两个亿 中间呢不赚钱 那每年两个亿 21年22年23年 每年两个亿 一共能赚20年 各位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直接拿两个亿乘以20 再减我前面投入的两个亿 所以我赚了38亿 你是不是会这么想呢 你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我们说这种做法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20年以后的两个亿和今天的两个亿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如果你用20年后的两个亿来当今天的两个亿 它会严重的高估我们赚钱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 要把21年的两个亿 化成今天 不管化成多少 我先化出来 转化出来 那各位想想 我们从未来的某一个资金额 转化到今天的资金额 这种方法我们叫什么方法呀 我们学没学过呀 是不是学过的 咱们这种方法就叫做折线的方法 对不对 折线的方法 所以我把每年的都去做折线 第21年的两个亿除以1加上爱的21次方 加上22年的两个亿除以1加上爱的22次方 一直加加到第40年的两个亿除以1加上爱的40次方 对不对 把它全部都加钱 这就是未来我可能能够赚到的钱 那我拿赚到的钱 再减掉我这两个亿投入的钱 要不要折线 我认为也折 怎么折 因为是0年的除以1加爱的0次方 只不过0次方 它正好等于1 这是另当别论 但是你从意识层面 你就要明白 我每年都在折 对不对 哪怕是0年 我也得折 所以你这么去看完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叫财务减限值 太简单了 拿着我预定的一个基准收益率 当做折线率 然后呢 把每年的从0到N 每年的现金流去做折线 折线之后去求和 这就叫做财务减限值 所以折线求和就是财务减限值 所以财务减限值的概念好解决吗 好解决 计算好解决吗 也好解决啊 因为折线 我们是不是学过 以知年金求P 当时让大家怎么做的 是每年的都除以 它应该有的1加爱 对不对 1加爱 1加爱的平方 1加爱的三次方 一直到1加爱的N次方 然后呢 这只不过就多了一个0次方而已 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没有本质区别 对不对 所以 以知年金求限值 我认为啊 其实是财务减限值的 一种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 因为年金 每年的金额是固定的 但是呢 我财务减限值呢 我F1 F2 F3 每年的金额往往是变化的 因为真正一个项目在运营的时候 你能保证从第一年到第十年 每年都赚同样多的钱吗 是不是几乎不可能啊 天方夜谭 所以每年的金额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呢 我们的财务减限值是把所有的全部都折限 包括0年 而我们的年金到限值呢 是把之后每一年的折限到0年 对不对 就不考虑第0年 所以他们俩之间啊 其实区别 我认为是小的 但是共通之处呢 我认为是大的 这就是财务减限值 所以大家理解了 什么叫财务减限值 就是把未来的钱 全部转化成今天的钱 跟我今天的投入 去做一个加总 加总之后来去看 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是大于等于0 还是小于0 所以显然我们在判别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判别呢 就是当我的财务减限值大于0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钱我折限以后 然后我是大于投资的钱 因为是大于0 所以我们叫做获得了超额收益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获得了超额收益呢 双五燥 你看 如果我的财务减限值正好等于0 就意味着未来我赚到的钱折限以后 加上今天投入的钱是等于一样的 对吧 就等于0 就这两个投入和回报是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他赚到的收益率 正好是等于我的基准收益率 因为是折限以后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我正好等于基准收益率 这个基准收益率如果是我的银行利率 那么就意味着我赚到的正好等于银行利率就抵了 那如果这基准收益率等于我们的通货膨胀率 就意味着我赚到的正好等于通货膨胀率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刚好等于你老板规定的基准收益率 所以如果大于0的话 是不是就超过了基准收益率 就意味着有超额收益 大家明白什么叫超额收益了 那如果小于0呢 就意味着这些方案是不可行的 小于0咱就意味着它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因为我连基准的收益率都没有达到 那老板不如去做基准收益率的项目 对不对 基准收益率的项目也许是找银行买个理财 那我买理财都能赚这么多 我折腾半天折腾这些项目 连这个基准都没有达到 那我当然就不做了 所以小于0不可行 等于0赚了基准收益 大于0赚了超额收益 所以对于多个互斥方案 我们进行技术方案的评价的时候呢 我们去选择它财务见值大于等于0的方案当中 财务见值最大的技术方案 我们就认为是最优的 比如说我甲 乙 饼 丁四个方案 甲方案财务见值我们把它们四个的财务见值写出来 甲方案是300 乙方是200 饼方是-400 丁方是500 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哪个方案最优啊 丙方案根本就不考虑对吧 因为小于0 甲仪丁都可以考虑 那么这三个方案如果是互斥方案 我们选择丁方案 因为丁方案的财务见限值最大 OK 这就是我们的财务见限值的概念 判别还有呢 它的计算还差一个什么 是不是优劣势 那我们看它的优劣势 优势呢就是因为它已经考虑了未来的资金不等于今天的资金 所以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比较全面 但是缺点呢 第一个缺点就是基准收益率在取值的时候啊 我们认为比较困难 因为你要每一个都要去做折线 你必须要除以一加爱的一次方 然后呢到一加爱的n次方 你必须要去做折线 对吧 那么折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爱 而这个爱是基准收益率 是老板的基准 那你要去问老板你的基准收益率到底是多少 老板告不告诉你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老板有可能说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对吧 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也不知道基准收益率应该定多少合适 所以取值困难的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不同技术方案需要相同的计算器 才能够用尽限值比较 像刚才我们谈到的甲义秉丁 四个方案 三百二百负四百和五百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的计算器是相同的 大家还记得计算器是等于什么吗 是建设期加上了运营期 是一个项目从建设之初一直到运营结束全部的时间 那如果一样 我们就认为它相同 如果不一样呢 就不好比较 为什么 比如说 如果我甲项目和丁项目去比 甲项目呢 是十年的计算期 但是丁项目呢 是三十年的计算期 各位想想 甲项目十年 虽然它的财务建设只有三百万 但是它十年就有三百万 而丁项目呢 三十年才五百万 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直接说 甲项目不如丁项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如果它的计算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无法直接判断 这是第二个劣势 第三个劣势 我们认为 它难以反映单位投资的使用效率 怎么叫做 难以反映单位投资的使用效率呢 但还是用这个点来去做 思考 那我如果比较甲和乙 比如说 他们都是十年 好 这个确定了 那我就认为 甲比乙一定好吗 其实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 我确实认为甲比乙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甲是 一个亿赚到了三百万 而乙呢 是一千万赚到了三百万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不是 谁好谁坏 还不一定呢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财务净限制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去体现 是多少钱赚了这些净限制 对吧 因为净限制其实就相当于 折现以后赚到的绝对金额 所以它并不是比率 赚钱比率 什么是赚钱比率 是不是收益率 才是赚钱比率啊 所以它是一个绝对数 而不是一个收益率 还有呢 就是它不能反映 运营其各年的经营成果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有没有反应每年怎么样 没有 对吧 最后一个 它无法反映回收速度 因为我只知道三百 但是到底多少年是把前面的投资收回来了 我不知道 所以各位看到 我有多少项劣势啊 一二三四五 对吧 五项劣势 但是实际上这五项劣势呢 略显胡搅蛮缠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对于财务尽限制而言 财务尽限制本身就是我们所有指标里面最准确 最没有问题的一个指标 只不过呢 我们给了它好多的一些劣势 目的是什么 帮助它变得更加优秀 是优中选优 所以比如说我们无法去计算器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HO它的净年值的方式来去做比较 就规避了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不知道回收期回收速度 那我就在辅助的使用回收期来去做一个辅助判断 也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说人无完人 对吧 财务尽限制的这个劣势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东西 那我们都是团队作战 对不对 我们如果有不完美的找出问题不可怕 咱们发现问题以后去想办法帮它去弥补和解决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我做投资分析的过程中 财务尽限制是我用的最多的也是最喜欢用的指标 因为别的指标呢都有各种问题 好大家就明白了财务尽限制的劣势到底有哪些了 这个是要掌握的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财务尽限制我们学习了财务尽限制的计算 然后呢要注意啊我们要用每年的年金 还有呢我们用它的这个就是年金求和啊 年金折现求和 而且是每年的年金折现求和的方式 第二呢我们要注意财务尽限制的判别呢 等于零代表了它是可行的 它是获得了基准收益 大于零是有超额收益 小于零呢我们就认为是不可行 然后优劣势重点把握它的劣势啊 好再来看16年的这道题目 他说某一个投资方案呢建设期是一年 第一年年初是投资八千万 第二年年初开始运营 运营期是四年 运营期每年年末净收益是三千万 然后呢净残值为零 那么基准收益率是百分十 问财务尽限制和回收期 这个没有表咱们怎么办 画表 所以第一步画表 看题目 他说建设期是一年 这个时候建设结束 第一年年初投资八千万 所以八千是在这儿 负八千 然后从第二年年初开始运营 是从这儿开始运营 这儿才开始运营 当时就能有收益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一定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收益 所以大家要想到 虽然第二年年初开始运营 但是怎么也得有第二年年末才会有结果 所以第二年年末是获得了三千万 第三年年末三千万 第四年三千万 第五年三千万 他说总共运营期是四年的时间 所以从第二年年末 所以从第二年年末运营到第五年年末 二三四五四年 对吧 正好四年 好 那这个时候问你财务净限值 怎么做呀 是不是就是负八千 除以百分之后 我建议大家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 这些都写 然后加上3000除以1加10%,几次方看清楚了 表格画对了,东西才能做对,除以二次方 再加上3000除以1加10%,三次方 再加上3000除以1加10%,四次方 再加3000除以1加10%,五次方 对吧,你就老老实实算就好了 不需要整别的事,老老实实算 这个最多就是算起来麻烦 但是你不会出大错,对不对 顶多就是算起来费事 所以你可以等到后面全部都做完了 回头再过来算 好,这是它的净限值 然后再看它的回收期 回收期,你是不是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问的是静态回收期 那是不是就是把未来的一年一年加 第二年年末付的5000 第三年年末付的2000 第四年年末1000 是不是第三年年末到第三年到第四年之间 第三年到第四年之间是不是三点几 那二点几就没了,对吧 就是三点六七 那三点六七A和B 如果你不想在这地方浪费太多的时间计算 我全力支持 因为工程经济什么最贵 时间最贵 时间太宝贵了 你算这个还有可能最后算下来 这个数还不一致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这么去做 你算出来三点六七年以后 A和B 你马上点兵点将选出一个答案 好歹你有50%的正确率 而且你只花了10秒钟 对不对 等到你做完了 发现还剩个时间20分钟 我再来算一这一道题 那个时候你算的心态都不一样 你会很稳 算起来也就容易准确 对吧 那个时候如果算对了 就多挣一份 如果那个时候没时间了 那这些地方呢 咱们就是55开的正确率也不亏 因为你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 而16年这道题当年啊 考下来很多学生告诉我 花了10分钟在这道题上面 让我痛心疾首啊 真的是痛心疾首 你要想你花10分钟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不如去做七八道多选题 对不对 七八道多选题能有七八分 至少能有七八分 多一点是不是十四五 十四分呢 十四五分 对吧 那平均下来 我觉得十一二分还是有的 结果呢 你这时间放到这儿 做对了一分 没做对零分 有意义吗 所以各位 你学了工程经济 你是不是就得权衡 你手上的时间 时间最贵 所以如果想不起来 或者不想算 不想算我支持你 做下一道题 不要纠结 不要犹豫 因为时间永远是最宝贵的东西 再次强调啊 再次强调 好了 所以这一道题呢 你最后算下来会发现 答案是A 我就不再多说了